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观的设计发想是呈现剧场后台的概念 一个引领客人们跟着羡慕的演员进入后台化妆间的即视感 餐厅的座位区虽然没有很宽敞 但是不会觉得涌紧 有吧台座位 沙发卡座 以及Life House的摇滚区座位 想和表演者互动的话可以坐在摇滚区哦 每周三四五六的晚上八点都会有现场演奏 多人聚餐可以选择坐在红色布幕沙发区 最多可坐十人 如果是团队聚会可以选择包厢区 最多容纳四十人 详细内容后面也会为大家做介绍 好的环境氛围固然重要 但是美味的食物才是开启多巴胺的关键 前菜我们选的是烤食蔬温沙拉 食材中比较特别的是青辣椒 不敢吃辣的伙伴请放心吃 不辣 口感上因为烤过表皮脆脆的 但是蔬菜的水分与鲜甜还完整的保留 调料用的是松露油 我不是太喜欢松露味 但是这个松露味比较淡 我还可以接受 今天的每日立一趟是南瓜浓汤 汤体非常的稠 南瓜味也很足 汤里面加了杏仁片与面包块 酥脆的杏仁片加上吸满汤汁的面包 一口吃下去很有层次感 炸广岛牡蠣佐香草自然酸奶 口感非常酥脆 牡蠣跟面衣结合得很好 没有分离 与酸甜口感的酱汁做搭配 很解腻 也没有腥味 西班牙腊肠青龙胶千层洋芋 外表像是拼凑而成的方形薯块 表皮尝起来硬硬脆脆的 咬下去薯片会在嘴巴里散开来 很特别的口感 对于我这个薯条狂热者来说 这道千层洋芋满分 听主厨分享 这道千层洋芋的总制作时间 需要花上一天半 先将马铃薯切片 后泡盐水 再拿去烤 冷藏一天后 隔天再拿出来炸 以及调味 但为了这道千层洋芋 我就愿意一再光临 接下来是主餐 羊肉炉风味 小羔羊煎 左腐乳酱汁 听名字就非常的台式 闻起来有很重的羊肉炉味 羊肉吃起来比较有嚼劲 搭配特制的腐乳酱汁 意外的很和谐 没有想到在意识餐厅 可以吃到这种味道 也很适合搭配一杯红酒 下加入後 墙地里的沙砂 増上 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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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拉米酥 哇这是一个让人充满幸福感的蛋糕 这边的提拉米酥特别的湿润 不像一般的提拉米酥那样的绵密 很浓的咖啡味 嗯好好吃哦 超好吃的 听主厨说这份提拉米酥中添加了咖啡酒的量 在外面足以做出三四份提拉米酥 它们是不惜成本的在制作 商务宴请可以选择在周三晚上 商诞完毕还可以一起欣赏Piano Solo 让紧绷的心情放松一下 四五六晚上的绝世之夜 则更推荐团队伙伴来聚会或庆功 西台酒馆不论是商务宴请 团队聚会 甚至交开小型会议都非常的合适 很荣幸能邀请在餐饮界赫赫有名的施少伟先生 一起来听听他对于戏台酒馆的经营 有什么样的想法 最近我们在国家戏剧院 从古到京 我们华人来讲的话 那就是一个戏台 看戏 用戏台作为我们餐馆 跟酒馆的一个名称 音乐就如人生一样 有很多的表现的方式 Jace跟意大利菜 一个蛮好的搭配 很容易在用餐当中 带出一个欢愉的效果 对于意大利菜 有很多的台湾的食材 我们会要求主厨能够把它放到菜里面去 比如说羊排 我们的厨师团队更研发了一种 我们羊肉肉所沾的那个酱 从那个酱去发展出来 我们的羊排的那个sauce 来戏剧院看戏的人 喜欢艺术的人 是我们的服务项目之一 我们也希望能够从中正区 对于我们邻里这一方面 它不纯然只是戏剧院里面的一个餐馆 它更是一个在这个区域里面 一个大家所喜爱去的一个餐馆 常常讲戏卢人生 过日子 想生活 能够在国家戏剧院里面 有一个好吃的地方 有一个很轻松的地方 我想这是我们对这个餐厅的一个 一个期许以及努力的一个目标 我们希望能够再扩大 在晚餐的这些音乐的表演这方面 我们想会再增加 希望在台北市有一个角落 它饭要好吃 音乐的这个表演 有它的一个丰富性在这个里面 现在我们有固定的提供给一些佛轮社 也有很多的艺术团体的发表 新书的发表 麦克风或者Spotpoint什么 我们这方面的硬体设备都有 在未来来讲 我们把菜做的好吃 口碑能够做出去之外 希望更能够为商务上的艺术的团体朋友们 提供更多一个聚会的地方 各位老板们 如果当天有观看演出 结账时出示戏剧票跟可以打折哦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分享 之后也会推荐更多商务相关的实用资讯 我们下次见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